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七位医生 今天我们聊什么呢? 聊一聊我们通过日常的吃饭 吃饭的习惯出现改变以后 是否能够证明我们的身体有什么问题 体内有癌,吃饭可能先知 吃饭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一个事情 如果发现吃饭出现了这些异常症状 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第一个什么呢?食欲减退 癌细胞在体内会释放 比如说肿瘤化死因子,白结素6 还有干扰素等等 让身体厌食 就是说我们的食欲会下降 既然让人感觉食欲不振 临床上我们称之为什么呀? 叫癌性厌食 除此之外,癌细胞在体内还会快速的增长 反正能力很强 消耗我们人体的营养和能量 当身体出现食欲不振 免力下降的时候 尤其是突然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要考虑一下 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出现了某些状况 尤其是消化系统的恶性肿瘤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吞咽会发生困难 第二个症状 这个吞咽困难 尤其是进行性的吞咽困难 多合并有进食后胸骨的不适 摩擦感疼痛感 在咽下固体食物时 明显感觉到食道处有卡顿 关键是持续性的加重 后期会办有些乏力消瘦 以体重下降 要高度怀疑是不是食道癌的早期表现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上腹部不是 经常很多人 比如说白领一族 生活不规律 释放不规律 会有慢性胃炎 但是如果症状持续不消失 这个要考虑两个 第一个是胃癌 进食后反送呕吐 以及腹部疼痛等症状 那么渐渐的表现为什么 持续性的隐痛 要高度重视胃癌 第二个就是一线癌 一线癌也会引起上腹部的隐痛不适 一般会出现在中上腹 或者我们左侧的肌肋部 记住是中上腹 活或左侧的肌肋部这个位置 它一般是饭后会引起疼痛 而且饭后还可以出现腹泻 还有这个逐渐的消瘦等症状 尤其是皮肤出现恍然 这个一线癌是高度要重视的 恶性程度很高 第四个经常我们的症状是什么呢 经常打嗝 这个打嗝 偶尔打嗝是正常的一个反应 但是经常打嗝 我们就要考虑 患消化道肿瘤 淋巴流肿大时 会导致食管受到不良的一个刺激 它刺激完以后呢 继而就会引起一个持续性 长期打嗝的症状 所以长期有这个问题的话 也要到医院及时就医 那么为了预防癌症 那我们在饮食上就一定要什么呢 特别的注意 尤其是不要吃这三种食物 根据国际流行病学期刊 曾研究了50万名的受试者进行研究 通过分析发现 经常吃的三种食物 这个患病风险是明显增高的 第一个我们比较爱吃的加工肉类 比如说非常美味的火腿香肠腊肉 好香啊 但是呢 遗憾的是 这是WHO规定的二类致癌物质 不可以多吃贪吃 第二个呢就是红肉 哎呀 清理医生 您说的都是特别美味的食物啊 长期大量摄入红肉与节肢肠癌的发病 是密切相关的啊 那么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要求每天限制量是50到100克 推荐量啊 就是不要过量的去摄入 多吃一些 比如说鱼肉啊 鸡肉啊 也是不错的选择 第三个是含糖饮料和加工甜食 年轻人的最爱 因为呢 研究发现 长期大量摄入含糖饮料 加工甜食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 以及癌症的发生风险 所以啊 美味的食品 人人都爱吃啊 但是呢 一定要限制量 不要长期超量的摄入 这样呢 对我们的身体健康 才会起到一个益处啊 而不会起到一个相反的伤害的作用 好 那么今天您了解啊 我们应该避免哪些不良的食物 重视哪些饮食那些症状了吗 好 也欢迎大家关注 秋一师更化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